选手们卖力爬上涂满牛油的彭柱 农历七月传统活动 抢菇 12日晚间8点48分 在屏东恒春开战 受到疫情影响去年停办 恒春也是今年全台唯一再次举行抢菇活动 这一次游16队争夺冠军可获得35万元 现场涌入数千人十分热闹 再次分为两阶段 首先队员先以迪罗汉方式攀爬 刮掉枯住250公斤牛油 攻骑手在攀上13公尺高的 孤棚顶抢棋子 今年的第一名是 23岁的吴亦成六分中 就率先攻顶抢下顺风棋 比赛时分刺激民众抬着头 看心情也跟着兴奋紧张 各队实力部分宣制 最终抢孤比赛前三名分别是 时新队 硝狼队 海牛队 都是恒春半岛的队伍 练习了多久 三个月 很气氛 所以这段期间都有训练吗 还有 从2007年至今的东门城外会场 由于文化部认为竞赛会场离古城太近 今年东门抢孤序最后的赛事 恒春镇长也表示会与各单位协调 持续找新的会场不会让百年文化终止 记者综合报导